今天我們又來到深水埗 以及大家看到一身文青鹿 今天應該是怕深水埗好去處 應該不會那麼簡單吧 今天是有任務的 第一個任務 要帶大叔感受深水埗一天文青 後來整個行程談完之後 你要放在IG上分享行程 我們就請大叔出場 我便是大叔了 大家知不知道現在深水埗 已經變成年輕人的聚集地了 啊 現在年輕人和所謂的文青 最喜歡來咖啡咖啡 然後一邊看著一本書 都要拿著一本《村上春樹》 我現在想帶你去一間很特別的二手書店 這間書店是和一間Hostel合作的 我們一起去體驗一下 好 走吧 好 走吧 如果有多一張選票 你會不會和我一起走 櫻花只開一季 珍愛 你只有一次 如果只是寂寞 請不要愛我 請不要愛我 停 咦 你們的電影就做得好了 不過好像衣服不太配 你見奇葡很漂亮 其實這件我們應該叫它長衣 20年代的時候 女性唯有平權 所以我們就開始女穿男服 就是男裝的長袍 演變為現在的長衣 不如上去看看更多的藝術 吧 接下來我們在11月至12月頭 就會和設計營商周城區活動 這個活動中 會有我們的展覽 叫做《長衣狂上曲》 而這次展覽 我找了我的朋友Toby 她是Fashion Clinic By Tea的創作者 她在哪裡找到這麼多這些長衣 有一天我在基隆間 就看到有個收買佬 她打算扔一批木籠和行李箱 我一馬上回來 發現原來裡面有這麼漂亮的長衣 馬上找了Toby 她就和我一起計劃這個程式 看到她的長衣 是會令我想起張愛玲 即是很能夠代表到 舊時代女性愛她情的感覺 我們這次是引用了張愛玲的更衣記 來講回歷史故事 還有我們也會做一些花柳 workshop 的展示 Slow Stitch Nomad workshop 好可愛啊 這些玩具是否可以被人拿走的 很可愛 如果可以拿走就好像變了飄書 可能要拿一些玩具來 一碗一加碗玩具 有機會 是啊 可以拿走的玩具 不過你要先放下一份玩具 那你才可以拿走一份玩具 讓其他小朋友都可以繼續有玩具 永續地可以一邊換下去 那那些小朋友怎樣知道 要帶一些玩具過來交換的 這次我們和城區活動 有一個計劃叫做玩具無界限 在12月3號4號在這個玉石市場 就有個嘉年環 那裏面其中有一個玩具交換的 一碗一試雜 小時候我都會玩一些看樂棋 都喜歡和人一起玩的 現在好像變少了一些實體的感覺 如果可以有一個機會 可以集合一些人一起圍著玩具 或者一起玩這些 我想 氣氛會很好 對 實體的感覺會強烈很多 其實我當日在玉石街 嘉年環那裏還有很多活動 不如我現在帶你那裏 我們介紹一下我們當日有什麼活動玩 好嗎 好 我們過去吧 大家想像一下這裏就是那些攤位 後面就是剛才一碗一碗玩具市站的地方 那裏我們也會放了不同的機械人裝置 咦 那小路都在那裏 不如我們過去找他聊天吧 好 嗨 小路 你在畫什麼 我在畫深水埗的街景 因為我將會推出深水埗社區培佈 其實多小鐵甲人遇上三太子 三太子 是一個什麼故事來的 深水埗的印象被人覺得是電子 鴨寮街 所以就有一個機械人帶出這個故事 另外一面就是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 深水埗有一個叫日拿爭妖的地方 那為什麼你會有這個idea 想畫一個深水埗的繪本 其實這個是好一天繪本見的社區計劃 是由另一個插畫師Bang發起的 他邀請了我 Cindy Lo 張韻先生和強仔 五位插畫師去畫出五個故事 即是接下來那個活動有什麼看 或者有什麼玩的 有其他插畫師都會帶不同的活動 有一個在這裏發生的 跳竹竹竹康樂棋 有很多節目的 大家都一起來參加 不過我們說了這麼久 大家應該都累了 我們不要阻礙他們做事 Kenneth 我帶你去大南街探杯咖啡先 我打算繼續玩 好了好了好了 我們之後再帶你過來玩 下次和你交換玩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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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剛剛行程真的超乎意料 我們現在快點去做一些文青的事 來吧 即是做什麼 喝咖啡 大南街 你也知道 這裏就是大南街 大叔你平時多喝咖啡嗎 大叔就好像喝咖啡 我就是要喝的 大叔和你喝咖啡 來吧 好 有一個鍵盤 好想按 對 這個可以按 好清長 鋁罐就有點像我們平時在街頭 聽到 梅生婆婆 或者是我們喝東西 或者會拿著那個鋁罐的聲 除了下方 你剛才聽到那個鋁罐的聲 這也是另一個方法 令到他們之後 會有不同的聲音可以發生 為什麼你們會想到 用聲音來做這次的創作 其實因為我們過去幾年 跟城區活動他們合作 都一直是用視覺去做主導 除了用視覺去帶領之外 都想嘗試聽覺會發生了什麼 那怎樣跟設計師 什麼創作出來 本身就跟了一個叫做 吳澤林的樂器設計師去合作 上面的那些物件 其實是我們聯同了 Y-O-C 十元八塊 他們的一些深水埗街坊 一起去找回來 一起去想究竟 深水埗的聲音 有什麼 就好像是這個社區 一起奏出來的交響樂 沒錯 Eva 你們會想把這個裝置放在Open Ground 有沒有想傳遞什麼訊息給你們的觀眾 吹出來街坊 跟盧波瑞兩手他們合作 然後給街坊邀請街坊 他玩這個裝置 再跟一些傳統的樂器 jamming 他可以做到什麼呢 Henry 你玩了一天深水埗 你覺得哪個地方印象最深刻 和最好玩 小路說去畫這個畫 我沒有想過 真的會有人這麼有心 去將一個社區 去用一個繪本的形式 一個故事的形式去畫出來 那我 我就最喜歡 剛才裡面的聲音裝置 有得互動 最有趣的是 年輕人 年輕人 他們去 他們有很有趣的創意 我覺得我沒有想過 還要是深水埗這個區域發生 大叔朋友來這裡跨個圈 來 喝一下咖啡 不是茶几那些 是這裡的 咖啡 嘩 我們今天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 照片我就選好了 還有我都調色了 那Caption就交給文青Candice 是不是要加那些Tag的什麼 是的 還有一些文藝的句子 你這樣 好了 搞定了 搞定 鋪得鋪得鋪得 好嗎 好嗎 好嗎